为了月晓风 我可以放弃一切 我可以为了她放弃我的理想 我的家 我的爱好 我的学业 我愿意 你要不拆开他们 我们明年现在也不是一般人 骗成这样 她跟着当年多好啊 你干嘛去帮她愿意 我归你一辈子去 你回来你儿子的 还回来我呢 租宅院公司上面总公司的老板 就是陆金生陆老师 妈妈她跟你聊什么了 她出嫁之前 被一个男的强暴狂 丧云 丧云 什么什么也得说吧 快起来 妈跟你说话 起来呀 睁开眼睛 睁开好好睁着 妈跟你说啊 从今往后 你再也别和陆金生联系 也不许去他的公司 你听明白了没有 妈 我不知道你跟陆老师当年发生多严重的事 但是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你有什么事别自己心里憋着 你跟我说说呀 我就算没什么事 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联系 你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明白 睡觉吧 睡觉吧 不行 起来 起来 你又干嘛呀 你得答应我 我答应你 有什么疯 冯总 早 早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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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你们俩 不是 我们玩得好好的 他把我给撵出来了 他心里难受嘛 他心里 那兵杰出事 我们也知道 他心里难受 他不能这样对我们呀 不是你们俩真是 你让晃光晃光的叫着 这不是 我 喂 喂 谢谢校长 好消息 躲开 碰子 发开了 怎么回事碰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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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菜 快点 走 快点 别拿 别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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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拿 郝哥 你们让他发 他高兴 让他发 大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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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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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谢谢你 代表我孩子 你代表孩子他妈谢你 行了 行了 孩子犯了错闹 咱们都有责任 不过 你这个做父亲的 很负责任的 这次呢 也很好的教育了我们 校长呢 在教育会上 特别提到了你的话 我很受启发 校长呢 让咱们 好好地交流交流 对于教育 你有什么想法吗 孩子都是我的生意 那什么 学校缺什么 土豆萝卜什么的 阿姨 你干吗呀 阿姨 我不想回学校上学了 我跟您说了 我不想回学校上学了 我站这儿好好看看 阿姨 同志 辛苦了 这 这是给您的钱 不要不要 我给学校送菜 我哪能要学校的钱呢 那哪钱啊 学校不能白要您的菜 再说了 咱不是都说好了吗 可以便宜 但不能占您的便宜 您不就是靠这个 挣钱吃饭的吗 我拿这份 学校对我亏你不错啊 我感激还来不及 同志 经理 兵杰 你看见了吧 你爸在干什么 你爸在你面前是老子 在别人面前他是孙子 他为谁啊 他不都为了你吗 兵杰 你爸为了这事 给学校说了多少好话 他给老师都恨不能跪下来 他那张狼脸早就没有了 兵杰呀 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老给我爸添麻烦 老让他操心 阿姨 我也不想这样真的 你看他 头发都快掉霉了 是啊 她是头发都快掉霉了 这么些年了 他从小为你操的心还少吗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兵杰 兵杰 我让学校来 好好跟学校道歉 跟老师道歉 好好上学 上学才是正道 你知不知道啊 我 一学校的学校 你三学校 你三学校 你们啊 是吗 наш可以的 是吗 共云 是你三学校 你三学校 你能干嘛去啊 你这不明知顾问吗 大爷 你怎么连你哥女朋友 你都抢呢 你连我们家房子还抢呢 不是 你在国外那会儿 是我天天去接婷婷的 你答我愿意啊 他今天晚上给我打电话 非让我去接他 要不再打一块 下班了吗 跟我进去 大家好好表现啊 听听 你先把事说清楚了 我身上可没带那么多钱 这地方我可消费不起 谁让你消费了 快点 什么事到底 快点 喝茶 谢谢 谢谢 这么些天了 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过 你自己照镜子看了没有 你这脸哪 笑的呀 跟着花似的 傻子 你娶媳妇了 这孩子的艺术生命 让我这一车白菜萝卜 就给挽救了 我今天才感受到 咱们卖菜 也能有那么大的价值 我呸 别我自个儿脸上贴金了 但是人兵杰学校的老师好 怕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是是是 你可回去跟你闺女说啊 像她这么大的孩子 不好上学干吗呀 好好上学是正道 她就是念到哪儿咱都攻她 哪像咱们呀 白菜 没错 我也这么想的 那你儿子怎么样了 不回去了 我回去了 我听伙计说 前两天你看一个人 还追过去了 是王大兰吧 大方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伙计跟我说是个女的 我就猜到是她了 没找你麻烦吧 没有 王大兰变样了 变得特别老 而且那天我还看见她儿子了 儿子 是个哑巴 他们娘俩看样子过得挺苦的 说她怎么会混成这样 这就叫饿有饿吧 老天有眼 就她那种心术不正的人能有好 培许玲 我可祝福你啊 你可别手软 当年她对你和桑岩可没手软过 她怎么回来了呢 不该回来的都回来了 猫 阿姨 姐挺兴趣啦 阿姨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你听了准高兴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刚才桑岩去见我们经理了 我们经理见她说真是难得的人才 明天就能上班 而且没有试用期 直接拿正式工资 你个学小两千呢 你怎么不跟妈商量点就答应啊 多好的事啊 快回家 婷婷啊 阿姨先进去了啊 怎么了 布邦 妈 我觉得这工作挺好的 比一般白领的挣的都多 这工作能跟白领比吗 你是干这个的 你是干白领的 你是个天才 你爷爷都说你是干大事的人 我现在真后悔把你留下 明儿我就给你买机票 给你送回你爷爷奶奶去 你别哄我走啊 我还就黏着你了 我才不走呢 我疯了吧我 我培养了你这么多年 我培养你端盘子呀我 是这样的不是 我从前没发现你有这毛病啊 你原来是怎么教育我的 劳动最高中 劳动面线人人平等 行行行 你少跟我说这 这个崔婷你也是 你说他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就把你带去见什么经理 这孩子我早就跟他说过 你不能干这个 就是不听啊你说 你小点上让人听见 听见听见呗 怎么了 他注意现在越来越大了 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 他说什么你听什么呀 妈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明天我就去上班 你让我试试 求你了 就没出息吧你 婷婷 走了婷婷 真准时啊 婷婷你干嘛去 废话上班啊 那他呢 你还不知道呢吧小夕 现在我跟婷婷在同一个酒店上班 而且我们两个还一个班呢 你咱 你那个晚上说好了吗 你不能这么干啊 我告诉你 就算你弟是只会飞的鸟 我这只兔子 要把他拉到地上来跟我一起打洞 不是 我还没办法 走吧 迟到了 再见啊小庆 嫂妍 你也太损了吧 啊 我告诉你 你迟早糟糕呀 爸回来了 先洗手吧 我先给您买了瓶酒 是低度数的 以后啊 别老喝那么高度数的 对您身体不好 啊 我先给您买了瓶酒 我先给您买了 以后 我不惹您生气了 我以后好好练舞蹈 我让您放心 裴阿姨都跟我说了 我觉得 您挺不容易的 您也那么大年纪了 以后 您别为了我 在外人面前 装孙子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您别装孙子了 这话谁说的 裴淑玲说的吧 不是 是我说的 你说的 除了他没别人 这话是他说的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就大牛 辛辛苦苦养了没辣儿子 怎么着啊 不也去酒店当服务员了吗 桑妍在酒店当服务员 崔婷给她找一工作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崔婷那女孩心眼多 桑妍 桑妍都快上她道了 跟她关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吗 你说呢 冰姐 我太想你了 我恨不得马上就回去见你 我一刻都等不了你 是吗 那我怎么没感觉到 我觉得你不想回来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可你知道我一个人 在外面闯荡有多苦吗 你根本想象不到 我不能拉着你 跟我一块受罪吧 可是我愿意那样 听话并接 咱们都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了 再坚持半年 再坚持半年我就把你接过来 到时候咱马上结婚 那如果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实际还不成熟呢 那我就回国 我回国娶你 冰姐 你可一定要等着我 今天林班一直夸你呢 说你可聪明了 怎么样 还拿得出手吗 太拿得出手了 今天我同事一直问我一个问题 什么 他们问我咱俩什么关系 我怎么说 你就说邻居呗 邻居多了 我刚好最得帮你啊 婷婷 你先回去吧 早点休息啊 听说 你在酒店工作了 消息够坏的呀 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不也一样吗 我今天 不是来和你赌气的 我也不是啊 岳小枫有消息了吗 他说 他会回来和我结婚 不说我了 三爷 你觉得你这份工作 和你的专业对口吗 它能体现你的才华和价值吗 是 行行出状元 但是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对这份工作 应该一点兴趣都没有吧 你别自以为很了解我 我真的很了解你 我知道 你是为了留下陪你妈 更是为了亲你那个表哥 对吧 我还是那句话 你妈奋斗那么多年 她最希望的是什么 她判的不是你为她挣这点小钱 她判着你有大出息 南明杰 你什么意思啊 你有什么话 可以当着我的面说 你不是要和别人结婚了吗 为什么还缠着桑眼 你希望天底下好男人都是你一个人的吗 婷婷 南明杰 你先回家吧 婷婷 你误会我了 我没误会你 你凭什么不管的桑眼 你都有男朋友了 为什么还吃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婷婷你有完没完 我先回去了 南明杰 你还笑着呢 我就知道 你俩在一起 不情不楚 不不迷不白的 怎么了 婷婷啊 这是怎么了 不哭不哭 有什么事啊 我们家的妈 好 婷婷 来认清他们本质就行了 别哭啊 不用跟他们置气 你讨厌 婷婷 婷婷 哎 哎 桑眼 妈 你别拉我 一会儿上面该晚了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一会儿你爷爷的律师要来 他跟你谈一谈 哎呀 有什么好谈的 阿姨 阿姨 走 阿姨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阿姨 我就想让桑眼宽宽心 别老为了南明杰忙前忙后的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这些年 为了南明杰 他没少吃亏 你说呢 婷婷啊 你这话扯远了 先让他换个环境吧 只要一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马上让他把酒店工作辞了 我保证 那阿姨 我们先走了 阿姨再见 走了 妈 请慢用 钻研 陆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干了 我临时找了份工作 你妈知道吗 陆总 我客人已经在等了 走 谁啊 没什么 遇到一个收人 我跟我们的主班说了 换夜班 晚上我可以陪你了 你好先生 请问您点点什么 白开水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儿有最低消费 什么是低消费 我花不起钱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跟我提什么最低消费 不好意思啊 我 我 我们 什么不好意思 你跟我说什么最低消费 没有啊 小姐 我试试 没事 先生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没想到 你也有今天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你在外面有那么好的前程 你不笨 你回来跟我们争 你有病吧你 先生 请问您是喝饮料呢 还是吃饭呢 我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啊 我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我要你滚 别咬钱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给你留着面子 拿餐盆砸我 我没钱哪 我今天来 我就是花钱来 我有钱 什么这是 钱 方言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 我就是花钱来 我捡起来 方言 你今天好好伺候伺 伺候的 我这些钱我都给 你 我这突然发现啊 你一点都不像你妈 你妈那头母王 你看看你 你看妈 打 打人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妈 你轻点 没事吧 那 裴处理啊 你可都瞧见了啊 这就是你儿子干的好事 他是当地的 怎么能这样打当哥的呢 就是 我告诉你你要再不管 他起我儿子头上了 行了吧你 先消消气吧 晓庆啊 你无缘无故地 跑到那酒店干嘛去找桑言啊 为什么呀 你得先把这事说清楚了 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我就去酒店 我就想吃个饭 他见着就打我 他有这样的吗 晓庆啊 不是姑瞧不起你 你从小就跟你爸一样 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十八瓣花 你能上酒店去消费吃饭去 我还真不信了我 不是不是 快说灵灵 你怎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啊 不许你偏点你儿子说话 不是我怎么偏向我儿子了 就你儿子好 我们家桑言 从来不无缘无故地打人 到底怎么回事 好了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婷婷 你回去跟领导好好说说 别因为我 把这份工作给丢了 没什么 真的 我早就想辞职了 一直都没有借口 你孩子一样 对不起啊 太对不住你了 你心里是有觉得欠我的 真难得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 只能欠南冰界一个人呢 要不这样吧 你要是觉得欠我的 两天过后是我生日 那天我说什么你都能答应 行不行啊 行 那好 晚安 晚安 陈苏玲 我告诉你你别给我犯魂 要冲你这样你也想做好了 说什么呢你 骂谁呢骂谁呢 你们就知道欺负我 妈除了这些你们还会干什么 苏玲 苏玲 快来快来 又说你冲我来 苏玲 苏玲 快去来去 那也不会提什么 说什么 打他了 我骗了我这把老骨头啊 太欺负人了 什么呢你这事 我真怀疑的是我老亲生的吗 但是你大舅 当外生的干嘛 干嘛欺负你 我告诉你别落在手里 我 nomPod 行了吧 工子还没涨拳呢 揍谁呀揍 你� tongue 你跟表сяч打架挨出份了没有 他们直接把我给开了 你说什么 崔婷婷跟我一块儿辞职不干了 连崔婷都不干了 完了 这不完了吗 你谦人崔婷婷多大益人情啊 人家孩子学的是酒店专业 你给人饭碗砸了 你怎么对得住人家呀 好了 妈 你放心吧 这个人情我会患得的 我操死心了 工作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那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 散会 老陆啊 留下 企划部是不是在招人 是啊 已经有几个人选了 陆总 您可从来没过问过这些事情 留一个名额给桑妍 桑妍 对 你明天打电话给她 问她愿不愿意来公司上班 如果夫人要问起来呢 你就说是 计划的一部分 您好像对桑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 大陆 咱们俩南城北战这么多年 算是患难的兄弟 我的苦衷 你应该明白 所以我欠你 不要再当传话筒 只是夫人逼得太紧 我也是没办法呀 那就按您吩咐的 我马上去通知她 嗯 又有什么事不高兴了 你来的找着工作没有 跟我提 提她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你说说这孩子啊 所有人压不住火 陪小青一招他他就急 什么孩子 你儿子不像你 像谁啊 去吧 哎呀 这两天啊 她是四处递简历找工作 我看她是铁了心的不回去了 把她来咱们公司上班吧 封她个副总经理当她 不是 封什么副总经理啊 咱们这公司总共就那么几个人 咱弄个副总经理 亏你说得出口 再说 我就是累死 我也不能让我们家桑爷来卖菜 我跟你逗了 我就知道让桑爷卖菜你就得急 妈 孟叔 怎么那么高兴啊 我又找到工作了 真的 看我儿子能耐吗 又能耐 一地简历肯定就能找到工作 是 快告诉妈是哪家大公司 陆老师让我去的公司报到 陆老师 你不想 听我跟你说呀 你不是答应妈不跟她联系了吗 你现在还到她那儿去上班 妈 是陆老师主动跟我联系的 还赏命啊 请进 先坐会儿 陆总她在会议室 马上就过来了 陆总她在会议室 陆总她在会议室 陆总她在喝水 那是他 康复以后的照片 你是为你儿子来的 是 看来你很清楚 你的朋友怎么一个都没来啊 别管他了 走咱俩玩去 别 这样不好 再等等吧 不用等了 今天我过生日就叫你一个人 傻瓜 快走吧 就我一个 我今天来 就是来求你放过我儿子 我不想对他怎么样 我只是不希望 不希望看到他 毁了自己的前程 这话 要是以前的陆老师说的 我信 可现在 我就是想问问你 过去的那些匿名信 是你写的 是你放在我家的门口的是不是 但是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在想 我不愿意相信 也不敢相信 陆老师那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可以干出这样 下流的事情 陆金生 就算我们过去有些误会 就算我们过去有些误会 可你也不能 什么 你现在 还认为是误会 也许你的妻子认错人了呢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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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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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管我提什么要求 你都不能拒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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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